三点锁的写法 我们来做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结构 这样的一演示 首先上面会有一个点 这就是一个上面尖 这边垂的一个点 其次呢 在它的靠偏左半部分 还有一个类似的点 最后的这个提 这个提的点 是在这个位置 大概是这么样的一个结构 状态 这个结构状态里边 大家需要注意的是这么几个部分 第一个就这两个点 它上下 要在一条锤线上 这两个点的位置 不要偏离 它在一条锤线上的话 这个三点锁 它会看起来是直的 第二个部分 我们也看到了 就是左侧的这个点 一定要在这条锤线的左侧 不要放在中间 这样的话 它会形成一个这样的弧度 这个我们看起来就会更漂亮 第三个 也就是它上面这两个点离得近 底下这个点离得远 我们也符合说凯远 叫上紧下松的这么一个结构规律 所以我们再强调一下 第一个 上下这两个点 要在一条锤线上 第二个 中间这个点 要在这条线的左侧 第三个 上边的距离 要比底下的距离小 所以我们说 大致三点锁的写法 要注意到 这么三个部分 下面来给大家演示 这个三点锁的 具体的用笔的写法 我会把这个三点锁 写的稍微大一点 避免大家看起来 不方便 顿比点 顿比靠下 提 这是一个三点锁的写法 我们把它放到一个 例字里边去 比如说我们写一个 将 我们再来写一个 和 我们再写一个 湖 我们再来写一个 海 江河湖海 我们看到 大致 它的三点锁的用法 就跟刚才我们讲的是 差不多的 好 关于这个片旁呢 就跟大家聊到这 谢谢大家